一般在山区常常看到小新落石的标语 不过小新落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高山协作员15号下午在排云山庄步道 看见树上有一只台湾长宗山羊 差点掉下来砸到它 还好小羊伸手矫健完美落地 民众把整个过程PO上网 调侃自己 差点成为了全台湾第一个被羊砸到的人 你爬人不高干什么小羊 敌动我不动 长宗山羊爬高高傻看协作 到底喂哪桩 你为什么要爬树 静默两秒终于缓缓给出答案 你在吃叶子 不理你 兄台你怎么突然动起来 吓得我吉利咕噜滚下来 碰了一声山羊急跳失去平衡 差点坠落砸到人 还好他身手敏捷漂亮落地 阳性男子把逗趣过程PO网 从一人一阳四目相对 到山羊翻身离场 自嘲自己差点成为全台第一个被羊砸中的人 让网友忍不住调侃 小羊撞大羊可以申请国陪吗 还有人说警告标语要再加一句 小心落羊逗乐众人 因为我要路过嘛 他可能 我以为他不会害怕 所以 其实就往下走嘛 他就吓到了就 这回遇到长宗山羊爬树的地点 就在通往排云山庄的步道上 协作巧遇警戒心强的长宗山羊 还互相干瞪眼 有趣过程难免格外引关注 记者蔡重吴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